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第65篇 诗篇第65篇是一篇非常美丽的诗 我个人极其的喜欢 这篇诗也并不长,总共才有13节 它的内容在讲,神给他子民的恩典是年岁的冠冕 我们来把这一篇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四节 神的子民聚在西安,等候赞美神 第二段是五到八节 神是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 第三段是九到十三节 神对他的子民的土地所给予的眷顾和赐福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九节到十一节 经文这样说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灌地的离沟,润凭离击 降甘霖,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游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诗篇的第六十四篇 诗篇第六十四篇讲到 大卫在神面前哀叹 求神救他脱离 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因为恶人的舌头和言语给大卫带来极大的害处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的第六十五篇 这篇诗前面的标注也非常简单 只提到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 就这诗中的内容 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 这应该是大卫在作王期间 在新年的时候所作的诗 内容是在讲 大卫带领自己的国民 在西安神的丈母那里 于神的面前求恩 所求的是要人的过犯罪孽 能被神赦免 软弱的人可以得蒙神的悦纳 并蒙神的赐福 住在神的殿中 诗人又带领会中来回顾 在以往的一年 神怎样在国际的环境当中执政掌权 大卫也同时带领百姓展望 在所面对的新的一年里 神如何以信实和恩典 看顾神的百姓和百姓的产业 我们说过在诗篇中 这是大卫所写的 非常美丽的一篇诗 我自己就十分十分的喜欢 通常我会拿它 用来在新年的时候 做主日讲道或陪领会的讲道 因此请允许我 做一点个人的保留 今天讲这一篇 就故意不讲的那么多 免得以后大家 一旦有机会听我讲道 就事先已经在录音当中都听过了 所以我故意要含着点 藏着一些宝贵的 暂时不讲那么多 这篇诗太美好了 你在读到这篇诗的时候 会发现 诗歌的里头充满了喜乐 有生气 有着正面和积极的 鼓舞人心的诗句 完全没有讲到仇敌被咒诅 大卫也完全没有祈求 去咒诅任何人 他甚至在神的面前 连吐露苦情 做申诉都没有 其中在第二段中 由于大卫描述了 全地的人都敬畏神 向神欢呼的 荣美的场面 所以有人就说 这篇诗实际上预言了 弥塞亚就是我们的主基督 在未来千禧年的时候 于全地做王 掌权时候的光景 这篇诗既然是 以以色列人过新年为背景的 那在最初诗写成的时候 就应该是大卫做王的 某一年的9月10月间 因为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过一年一度的 吹脚节赎罪日和祝鹏节 这个期间是 以色列人从农业的角度 过每一年的新年 所以9到13节 就提到了秋雨降下来 便预示着神必施恩 眷顾赐福百姓蒙福的一年 整个的诗篇13节 分段清晰 每一段的主题也明朗 特别好读 而且这篇诗带给人的 属灵的思想 简直是回味不觉 可以令人 不住的揣摩 特别会叫 那读经的人 有甘美的享受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第一段 一到四节 在以色列人过新年的时候 神的子民聚在西安 等候赞美神 这一段所要讲的 就是神的儿女 在神的圣殿中 所享受的美福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圣殿 不是指所罗门时候的圣殿 而是大卫为神 所支搭的临时的账目 经文的第一段 非常的美好 大卫一开始祷告 就向神说 神啊 西安的人 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 知足了 大家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可以去结合十篇的 第八十四篇 一到四节 在大卫一开口 代替众民 向神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话语当中 就向神叙述 和描绘了一个场面 那便是西安的人 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我们看到这一节 我们有没有想到 这其中就抒发了 当日神的百姓 乐意来到神面前 敬拜神 向神还 所许的愿的 美好心情 神的选民 在当日 不会像我们今日 有些基督徒 一到聚会的时候 就会说 又到礼拜天了 又得去教会了 我很多事 还没处理完 我很累 好想休息 言语当中 情绪当中 流露出 对要到教会聚会 有一种无奈感 似乎很勉强 不得不去 但我们若看第一节 就会发现 当日神的百姓 乃是已经将 来到西安敬拜神 向神还愿 这样的美好激情 积蓄了很久了 在经文的原意上 西安的人 都等候赞美你 有的牧者 像16世纪的马丁路德 就把这一句翻译为 神啊 西安的人 默默地称颂你 又等候 又默默地称颂 意思是 来到神面前的会众 都在等着 一个奇妙的时刻到来 那便是 可以大声称颂 高声赞美神 所以可以想象 这群百姓聚在神面前 他们的激情是饱满的 灵力是高亢的 他们巴不得快点 可以群体地敬拜神 让以色列的神 坐在那神所乐意的 以色列的赞美的宝座上 所以这一场面 何等的鼓舞人心 他们不单单要 急于在神的面前赞美 还要在神的面前 还所许的愿 第二节大位 就将神称为是 听祷告的主 这位伟大的听祷告的主 有着极大的爱的吸引力 他会使得 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救你 第三节大位讲的 是百姓来到神的面前 就要先解决罪的问题 大位承认 自己和百姓在神的面前 都有罪孽和过犯 正因为神的子民软弱 所以在旧约中 赎罪祭和赎祭 就是为他们而预备的 人的罪孽和过犯 在有信心的子民而言 并不能将人 与神真正阻隔 因为伟大的神 是能够施恩怜悯人的神 他已经为自己百姓 预备了来到他面前 得蒙救赎的路和方法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 就是借着羔羊和牛犊 班纠和楚歌 所以你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就注意到 西安的人是来到了一位 听祷告的神面前 这位听祷告的神 曾经赐给人 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于是神的百姓 就曾把诸多祷告的需要 重担和难处都告诉神 并向神许愿 结果到了旧年和新年之交的时候 那曾许过愿的百姓 就来到了神面前 他们急于要向神还愿 就说明 他们曾经向神所求的 都被神应允了 祷告被成全了 问题都被神解决了 神为那仰望他的人 行了大事 所以你想 那么多的会众 急于在神的面前还愿 神该是听了多少人的祷告 所以在今天 好多神的儿女 不相信 神在今天 还能为信他的人 行歧视 真是可惜 所以我们若拿今天的光景 跟过去神的百姓的光景 做一下对比 就该有多大的差距 听祷告的主 不单单要悦纳 人向他所发出的赞美 和所还的愿 神还接受人 在他面前的 认罪的祷告 而神 在旧约 预备了牛犊 羔羊 作为认罪之人的赎罪祭 那么在今天 你我 若还有罪孽 有时胜了我们 但是我们的过犯 神 还是会借着 他的儿子 给我们带来赦免 因为主有赦免之恩 他乐意 借着他的儿子和圣灵 于那 投靠 他的人 亲近 第四节就告诉我们 这群来到西安的人 赞美神 还所许的愿 又向神 献上赎罪祭 那么神就给他们一个 全新的 蒙福的地位 神把这样一群 被赦免的人收纳 迎接 安置在他的殿中 因为在神看来 就是这样一群人 乃是他所拣选的 而且还可以 亲近神 并且还可以在神的愿中 住下来 大卫称这样的人 是何等的有福 按照大卫历来 所感受到的 大卫知道 一旦被神拣选 并且能够亲近神 还可以在神的愿中 住下来 这福分可不得了 因为在神的居所中 在神的圣殿里 哪怕目前的圣殿 还是临时的账目 人都可以从神那里 得享美福 而且这美福 会让人 尝了 吃了 喝了 享用了 就会无比无比的满足 就是大卫所说的 知足了 这美福是什么 在诗篇 三十六篇 第八节 第九节就说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干 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 乐和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在诗篇第十六篇 第十一节也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 四十八篇 第九节也说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但你若问大卫 所理解的 从神那里 可以领受的 特别的美福 那就必然还有诗篇二十七篇 第四节 大卫所说的 那美福就是 有一件事 我藏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摘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 求问 所以有的人 要普通的美福 但有的人 要的却是特别的 神给特定之人的美福 但总之 来到神的殿中 已经蒙他拣选 得于他亲近 并可以在他殿中住下来 这人就是有福的 为着这一言语 都无法说明的福 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 就说到了 在你的愿与住一日 圣寺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为什么 八十四篇的作者又说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倚靠你的人 便为有福 这里所说的 倚靠神的人 就是来到西安 投靠神 敬拜神 赞美神 向神怀愿的人 而他们所想的福 也就是大卫所讲的 神的愿意和殿中的美福 这美福 会让来到神面前的人 无比知足 大家可以去参考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